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神明祈求祝福时的祝词 好 下面我们先听一遍吟诵 一骑士纳词 土返其斋 水归其鹤 昆虫物作 草木归其则 这首歌谣听起来是不是带有强烈的命令色彩 请跟老师读这几个字词 一骑士 它是上古帝王的名字 辣词就是年终大祭祀 赫它的意思是深宫 好 弄明白这几个字词以后呢 请再听一遍录音 先民们渴望土水昆虫和草木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保护农作物的生长和丰收 好 我们再听一遍 好 我们再听一遍这一次仔细的听吟诵的旋律 一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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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辞 土返其斋 水归其鹤 昆虫物作 草木归其责 下面我们来看这首诗每个字的声调 请大家举起手 我们跟着老师先读诵一遍 然后呢再用手笔画出每个字的声调 土返其宅 水归其鹤 土返其责 土返其宅 水归其鹤 昆虫物作 草木归其责 昆虫物作 草木归其责 好 请同学们再听一遍录音 我们边听边用手笔画出每个字的声调 一骑士 是那辞 土返其责 水归其鹤 昆虫物作 昆虫物作 草木归其责 同学们发现了没有 我们迎送时的旋律呢 就来自每个字的声调 好 我们再听一遍 看看我们迎送的时候 是不是按照每个字声调的方向去唱的 一骑士 一骑士 那辞 土返其斩 水归其鹤 昆虫物作 草木归其责 同学们 你们学会这首诗的银缝了吗 那下面就请大家小声地跟着录音唱 仔细地听听自己唱的和录音 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一骑士 那辞 土返其斩 水归其鹤 昆虫物作 草木归其责 下面这一遍呢 就请大家大声地跟着录音唱 一骑士 一骑士 那辞 土返其斩 水归其鹤 昆虫物作 草木归其责 好 下面就考考大家 老师这一次不放录音 看看大家学会这首诗的吟诵没有 好 大家一起来 最后请大家跟着录音再吟诵一遍 一骑士 是那词 土返其斩 水归其鹤 昆虫物作 草木归其责 好的 相信大家都会迎送这首诗了 那就赶快迎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听吧 好 下课 下课